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今天看到最新的一条关于中国的消息 就是有很多的科普类的账号都被封禁了 被查封了 其中就包括非常著名的回行针 还有另外一个叫大象工会 他的公众号 然后微博 然后抖音 小红书 所有的社交媒体的平台的他的账号 全部被封了 大象工会的创始人叫黄章进 曾经是中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媒体人 我之前在中国大陆工作的时候 也曾经跟黄章进老师有过交流 他创立这个大象工会 是要做一个人文社科类的科普的一个频道 就是讲一些历史 讲一些诚实 他们发表的文章都比较长 因为就引用大量的数据 大量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让大家对一些事物有更清晰的了解 这样的一个科普类的一个账号 在中国已经是不能够生存了 过去大象工会曾经一度被封禁过 后来又解封了 那个封禁的原因是 曾经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是一个维吾尔人写的 他讲的是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一些经历 就是他个人的一些感受 那么由于涉及到了 他是穆斯林 他是维吾尔人 所以说涉及到宗教里边的内容 那么这个号就被封了 那么跟腾讯交涉 那么腾讯内部的公关人员 或者是一些相关人士 就私下透露 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他们没有办法去阻拦的 这是上边是共产党政府要查禁的 是监管部门干的事 他们只是执行命令 那么后来又解禁了 解禁之后 他们就有一个原则 就是坚决不谈政治 不涉及任何的政治 甚至是比如近代史 都不一番涉及 因为只要讲到近代历史 讲到战争什么 这都涉及到政治了 那一次查封好像是在2014年左右 这一次正式的被彻底封禁了 而这次封禁我恐怕就不会再重新开放了 就不可能再恢复了 而因为这一次的封禁 不是针对大强峰会议一个媒体的 而是对所有的科普类的网络刊物 就是这些账号要全面进行清理 就是这些账号不像是一些公开的出版物 每一篇文章都有详细的审查的 而且这个组织也是有什么党支部的 都是有控制的 但是网络上的这些账号是一些媒体公司 就这些私有企业 他们往往是政府监管没有那么严的 所以他们的自由度会比较多一点 会讲一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可能会涉及到政治 或者是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议题 在中国现在这个环境下 并不是说这个事情跟政治没关 就可以安全了 就是说即使是这个事情跟政治没有关系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挂帅的国家 这样一个党国体制之下 政府会认为什么都是跟政治有关系的 什么都是涉及到他的执政的合法性 因为他对自己的合法性是非常的焦虑 非常脆弱的 因为他没有获得人民的授权 我之前讲过很多次 他没有选票 他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政府 所以他对他的执政合法性 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他最害怕的就是人们挑战他 质疑他 怀疑这个政府有没有权力执政 为什么掌握公权力 谁给你的 凭什么 他最害怕就是人们有这样的一个 不同的声音出来 所以说他要把这些不同声音 掐在摇篮里 而人们开始逐渐了解事件的真相了 了解历史了 了解 或者说获得一些常识了 更加的有人性化了 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于任何一个独裁专制政府来讲 都不是一件好事 专制政府希望的是什么 是人们能够为其所用 能够替党国做一个螺丝钉 是有用的 但是同时 他又必须是愚民 他是愚昧的 他是完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 绝对不能有个人的思想的 而大象工会也好 回行针这些科普栏目 这些科普节目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普及常识 培养公民 就是让这些普通的人 都能够well informed 英文叫well informed 就是说让他们能够获得知识 能够有自由的 就是独立的思想 能够由自己来分辨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而从党国政府的角度出发 我不需要人们自己 有任何的知识 有任何的文化 有任何的思想 他希望的是什么 希望的是 你可以能够为这国家做贡献 有一定的能力 但是你的思想要完完全全的 跟着党走 听党话跟党走才可以 所以说 这样的是一个矛盾之处了 你既希望这些普通人 这些人民 能够摆脱愚民 不那么愚昧 能够有知识 有文化 变成一个公民 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 能够为 不光是为自己 也为社会做贡献 但是你又不希望 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不希望他们会有 跟中央 跟政府有不同的意见 那么在很多的人 开始慢慢的觉醒 开始慢慢的反思过去 反思党国体制的时候 政府就紧张了 所以说就要把这些 所有的让人民变成公民的 这样的这些普及知识的渠道 都要被封杀掉 最后变成什么 就是整个国家 他都是掌握在党国的手中 特别是这些舆论的渠道 你接受的所有信息 都是党告诉你的 由党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而不是你自己决定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只有这样的话 党国体制才能够控制整个人民 让所有人都为他来干活 但是同时又被压迫 又不敢反抗 然后很满足于现状 这又为什么最近科学松鼠会 回行针大庆工会 都全面的被封杀 同时也是被在网上 有很多的这些五毛色粉红 这些被中共洗脑的这些人 他们也在群起而攻之 攻击他们 攻击他们什么 其实就两点 他们背后有境外反华势力 第二就是他们背后有资本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 科学松鼠会也好 或者是胡行针也好 他们发的一些科普的文章 里边讲的一些 实事求是的东西 都被扣上了 说你这个是颠倒黑白 你这是替帝国主义 说话什么之类的 被扣上这样的帽子 你是反革命 然后予于打击 那么之前我正面做过一期节目 讲科学松鼠会的那篇文章 讲731部队的对吧 我之前专门我也做了一个科普 731部队到底怎么回事 或者说所谓的把人体榨干 然后来看人体的水分 这根本是不靠谱的 科学上是根本说不通的 但是即使科学说不通的是非常荒谬的一个说法 但是它符合中国的政治正确 符合中国反日的情绪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情绪 符合中国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立场 或者说煽动民族主义 然后团结人民的这样的政治立场 即使它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 非常愚昧的一个错误的说法 但是由于它符合政治的需要 就变成了你不能攻击它 你不能否定它 就是变成了完全违背常识 但是大家又心安理得 又觉得这么做是对的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过去的中国共产党 在1949年占领中国之后 他们的一些做法 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做法 在今天又回来了 我们可以简单的讲讲这段历史 就是在49年之后 当时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这篇文章 今天中国人应该好好读一读 为什么要读一读 就是它非常契合当下的一个舆论环境 一个政治环境 就是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 叫做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你可能会问 1949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吗 不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席卷了整个中国吗 他为什么还要说大家放弃幻想准备斗争 你不是斗争完了吗 结束了吗 应该建设中国了 怎么从现在开始才斗争呢 我们摘入一段话 来看毛泽东当时说什么 他当然写到说 自我批评的方法 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 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 发出善心回头实案 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 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 土地革命 揭露帝国主义 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 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 只许他们规规矩矩 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然后我们才有希望 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 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国家打交道 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的 和投降了的地主资产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分子 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 及其帮凶 给予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 并尽可能把他们变成好人 这是其中一段话 其实已经浓缩了 就是他从现在开始要进行整顿 整顿过去那些人 和西方勾结的 和国民党勾结的 这些反动势力 要给他们进行什么 进行改造 这就是后来的思想改造 所以后来全中国的知识分子 不管是大学生 教师 然后医生 科学家 作家 律师 反正就是所有的知识分子 他们被全面的进行了洗脑 你们要放弃过去所学的一切 因为那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那些都是反动的东西 你现在要开始 重新接受社会主义教育 你开始要相信党 相信政府 你要跟党走 跟政府走 你过去学的东西 告诉你的东西都是错的 你不能够按照你过去所学的东西 来看这个世界 来看这个问题 来分析事物 你要按照新的思想 我给你灌输一套 新的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 用这个来武装自己 然后来分析这个世界 来看世界 就等于把他脑子从命换一遍 就是把这些知识分子 全部的变成愚民 愚民化 让大家都变成党的螺丝钉 当然了 后来思想改造还不够 因为很多人改不过来的 我学了这一辈子 我知道怎么做人 我知道我学的东西是怎么回事 让你现在突然告诉我 我学都是错的 我读这些古书 都是反动的 我这一辈子的认知 都是错的 要全部颠覆 可能有些改不过来 改不过来什么结果 后来就是反右 反右文革 然后把这些 肉体消灭 所以为什么中国会出现了10年浩劫 会出现了这样的灾难 整个国家陷入到共产主义的狂热当中 也没有任何人敢说一个不字 敢反对 反对的人当然就直接干掉了 对吧 比如当时就有人回忆 49年之后 就不知不觉的 在大学里边 你同桌的 一起做事情的 就出现党员 团员 你甚至在食堂里 几个人坐在一起吃饭 一个桌子上面 就必须有 其中必须有党员跟团员在 没有党员跟团员 你只是几个非党员 坐在一起吃饭 都不行 为什么 这就是你搞团团伙伙 你这一群不是党员的人 凑在一起吃饭 你们这密谋什么 是不是反党 对吧 反革命 所以说 那个时候就是 这种红色恐怖统治 就已经开始慢慢出现了 而这种洗脑教育 过去是有效果的 就是很多人是真心改过的 真的觉得过去是错的 过去几十年做人都是错的 因为是替国民党政府干活 是吧 然后怎么样 都是错的 我深刻的反省自己 然后我现在改写归正了 然后向党交心 写各种各样的悔过书什么的 所以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些科普栏目 一个个被下架 实际上真的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历史在重演 但是今天是换了一个包装 不是讲机器斗争了 这个包装是什么 是国家安全 然后是反对境外势力 这个可能跟过去是有点相似的 比如说讽刺七国集团什么的 树立一个境外的一个靶子 这样的话才好团结人民 让大家都站在党的这一边 另外就是搞人民内部的斗争 然后互相揭发检举 谁是叛国投敌的 最近我看到网上 这知乎上有一个人 他发了一条 他说有一个人怼他了 他上那个人的Facebook上一看 这个人居然跟公子审是好友 然后他赶紧就举报那个人了 说那个人是间谍 我不知道他怎么举报的 反正他这么说的 当然今天你可以举报别人 别人也可以举报你 对不对 你怎么上Facebook 你怎么能翻墙 翻墙违法的 我也举报你 对吧 所以互相都可以举报 所以这国家就变成了文革重演 每个人都不是安全的 每个人都可能会被另外一个人举报 今天我还是红卫兵 我斗别人 明天我就会被别人斗 当时文革就是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所以说慢慢的国家就开始往这个方向的发展了 那么关停这些普及常识的 这些公众号 这些频道是第一步 第一步先让你晋升 不让你说话 第二步就开始让你说一些你不想说的话了 就开始逼你去讲那些歌功颂德的 符合政治正确的那些高谈扩论了 然后就开始互相攀比 看谁喊的口号更洪亮 你喊的口号不够洪亮 你就是反革命 你都是 是不是不害好意 别人都喊那么起劲 为什么你这说话声音那么小 看来你是不是对我们现在的政府 对习近平 习主席是不是有意见 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扣帽子 上纲上线 这就是整个发展的形式 这就是一个多米诺骨牌 一个倒了后面一定会倒 或者说这个形式是螺旋形下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我们就可以引申出来 我们可以想象出来 五年之后十年之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就没有人再敢说话了 甚至连讲常识内容都不敢了 社科类的常识不敢 甚至连讲科学去讲什么人体学生物学 都能够给牵扯到政治上面 说你是不是在替日本鬼子说话 说你屁股坐歪了 说你是胳膊肘往外拐 说你思想有问题 现在是不用现场批斗了 现在是网络批斗 那么网络批斗只是在线上 早晚要走到线下 因为网络批斗他不解气 他早晚要发展到线下 对吧 之前也有过一些零星的事件 毛一世先生去参加一些活动 被人扇巴掌什么 对吧 这些小粉红 这些老粉红 这些又红又专的 他不怎么专 但是他至少是特别红的 这些党国的这些红卫兵 这些义和团就会出现 现在政府还是有能力去压制住 把这些极左势力压制住 但是整个形势在朝左的方向发展 到时候可能也压制不住了 或者说也纵容这些人跳出来 就像当年的慈禧太后 纵容这个义和团一样 因为他们要扶清灭羊 今天是什么 今天也是扶清灭羊 今天当然扶的不是清 是扶共 扶共灭羊 所以我看到今天的中国 是逐步开始走向 给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一个环境 而他们的理由又是非常充分的 这个理由是非常的 从马列九主义角度 从毛泽东思想角度 是可以讲出一套一套的话来 比如说从放弃幻想准备斗争 这篇文章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毛主席已经号召人们 打倒这些资产阶级的买办势力 打倒这些被西方洗脑的知识分子 这些反华势力的代理人 在中国的代理人 而这些代理人都是谁 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开始有知识 有文化 有财富的这批人 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四十年 实际上就是放弃愚昧 放弃狂热 走向理性 走向尊重人性 尊重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这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成就 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但是今天我们开始已经不再讲理性了 不再讲科学了 所谓的政治正确 国家安全 党国体制 开始逐渐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了 那么形势就真正的开始发生了逆转了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